硬派越野车大作战 今天来的都是真硬派越野车 并且是越野车的两个极端 舒适易用纯电子辅助傻瓜式越野 简单纯粹的纯机械的技术式越野 今天这路况一般的车也过不了 来的车有新款路虎卫士110 暴脾气汉马13 越野界的信仰路巡SC76 路虎品牌的荣光老款卫士110 这条路线以前山猫和老切来过 分别是上坡交叉轴 狭窄巨石门 S行碎石坡 或山车大沙坡 由于难度不行 所有车都挂了不同品牌的ET胎 汉马H3第一个上场 3.5升223马力305牛米 木马人同款分动箱赶的悬挂 进交叉轴的时候 挂了第四家中锁 虽然车身较大 理论这种路况对这车来说基本没难度 但到了第二个交叉轴后H3停了下来 美系车就是喜欢硬杆 跑着土就上去了 但就要出去的时候 在最后一个不起眼的交叉轴这里居然被困住 H3在刨坑但一直出不去 然后驾驶者打开了后锁 瞬间如履平地 H3成功通过 老款卫士110 3.5升136马力253牛米 不说这车是美名的吧 但比很多人的年龄都大 车主自己赶了后锁 同样地挂了第四家中锁开爬 可以看到 坑已经被刨得不小了 希望后面的项目大家都讲点武德 不要随随便便给别人刨坑 老款卫士上来就遇到了困难 无奈只能在这里把后锁打开 后锁打开之后就没什么难度了 高阔困住汉马的地方 根本连打滑都没打一下 后面的路都轻松通过 老卫士成功上坡 接着新款卫士就来了 3.0T400马力550牛米 全地形反馈系统傻瓜式越野 新款卫士开的延时模式 经过H3和老卫士的蹂躏 坑已经越来越大 新卫士进入困住老卫士的坑 虽然是慢慢往上爬 但没有任何打滑的迹象 到了中间的时候停了一下 但是在中间起步继续爬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困难 包括到了困住H3的地方一样 就这么如履平地的到了坡地 成功上坡了 看到这里 估计你和我一样 这X的完全就是新卫士的广告吗 越野活化时LC76来了 和老卫士一样 简单纯粹机械式越野车的代表 别觉得它老 这可是2020款 二手车价格可比LC200还贵 现在天津港依然有2022款 看下这内饰 就说这粗犷的风格 不是真越野车爱好者一般接受不了 幸好它配的不是手摇窗 今天来的这辆是4.2T柴油 164马力380牛米 挂了低速越野模式直接开稿 前面因为有关系 直接就上去 但到了大坑里面 车子停了下来 但重新起步后没遇到什么困难 大坑也过得非常稳 就在最后这里滑了一下就上去了 综合来说LC76也算是非常轻松了 有车能秒杀前面四辆越野车吗 当然有 接着来到巨石门 汉马H3第一个来 D4并且开了中后锁 虽然到顶的时候头会抬起 前轮会悬空 但对于H3来说 基本没难度 老卫是挂了D4 开了中锁 老卫是明显拖大 在门口的时候 由于左前轮悬空 老卫是爬不上去 无奈只能把后锁也打开 后锁打开后 没什么难度就爬了出去 新卫是依然打开越野模式选的严实模式 科技的进步 傻瓜是越野的全地形反馈系统 你什么都不用管 全都交给车辆自己调整 新款卫士也稳稳地通过这里 换个角度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新卫是因为慢慢爬上来的 所以这路选得特别好 在前辆车前轮悬空的位置 它直接通过了 LC76来了 它的玩法不一样 二话不说干就完了 但在门口的时候 它没办法高速通过 遇到了困难 无奈在这里打开D4和后锁 然后慢慢爬上去 你问为什么它不开中锁 因为它没有啊 不同的过法 结果就是两个不同的故事 这次如履平地 接下来是碎士Las行弯爬坡 H3每次都很稳 D4家中后锁全开 上次几个车都打滑的地方 H3没遇到任何困难 一股做气蹬顶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看看上次的SUV和硬派越野的区别 老卫士也一样开的D4家中后锁 根本没有减速 老卫士带着速度就往上冲 以至于它在第一个转弯后就没速度停下来 老卫士回滚了一点之后用爬 非常的容易 成功登顶 新款卫士每次都是一样 打开越野模式选择延时模式 根本不带速度 都是慢慢往上爬 在转弯第一个弯的交叉轴上 新款卫士开始打滑了 尝试了一下 轮子根本没有任何的抓地力 新款卫士开始回滚打轮 想通过调整路线上去 但根本毫无效果 第二次回滚 开始往左打方向 在这里听到一声明显的撞击声 没法通过新卫士第三次回滚 然后车辆尽量地靠左来走 想从左边突破上坡 但无奈还是一直打滑没办法 卫士第四次回滚 这次卫士从右边石头上突破 新款卫士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路线 爬过了大石头 终于成功上坡 新款卫士带伤了 也没详细检查哪里出了问题 但继续下一个项目应该问题不大 LC76一样地带着速度冲 但转过第一个弯之后 依然遇上了困难 LC76不断地尝试 看它的态度就是想直接硬钢 从不同的方向试图找到突破口 但尝试之后无果 只能挂上后锁 但挂锁之后也没能上去 LC76尝试尽量把车辆靠左 想从左边突破冲上去 试图硬钢过程当中被石头抢住 导致车身都横了过来 LC76回走后在此不断做各种尝试 最后还是选择从左边硬钢 终于 凭借着柴油机强大的牛卷还是冲了上去 最后一个项目过山车大沙坡 四辆车的轮胎都事先放了气 这次新卫士第一个来 快走沙漫走水的道路他是懂的 带着速度就开始冲了起来 四台车当中新卫士的动力是最强的 到了中间速度慢下来了一丢丢 但完全不至于停下来 新卫士就这样一直带着速度 直接冲上了坡顶 接着是LC76 挂的高速四驱 冲到了中间 LC76速度开始慢了下来 眼看就要停下来 但LC76踩死油门开始刨杀 终于刨杀之后LC76完全陷了进去 冲杀到此为止 老款卫士挂了中锁直接开冲 但老款卫士从一开始就走得很慢 就在你为他担心的时候 老款卫士速度越来越慢 但依然没有停下来 到了LC76刨土的地方 他依然在坚持前进 然后就过了中间沙子比较厚的地方 到了后面 就更简单了 老卫士速度开始起来 成功登顶 H3挂了中锁开始冲 H3速度很快 到了中间 速度不但没有降低 反而速度越来越快 这司机可以的 通过了中间沙子后的地方就没有什么难度 成功上坡 LC76不甘心 再次放弃降低胎压又来了一次 虽然速度不快 但这次成功上坡